神秘之时就算在上一世,我也不知道其用处,只知道它是天地孕育之物,没想到它居然能让我重生,果然它藏着巨大的秘密,它到底存在着什么秘密呢? 就在这时,这石头突然开始发起了光,此时的荒天帝震惊不已,就在荒天帝震惊之时,这石头将荒天帝拉入了一个新世界。 这里是哪,为什么我感觉这里面有着极强的能量波动,就算是上一世达到神帝境界的我,也未曾见过这样的世界。 这里是我的内部空间,里面蕴含着各种法则之力,在这里修炼一年,相当于在外面修炼百年。 哦哦哦操,谁在说话,别装神弄鬼的,快出来。 什么神什么鬼,我是你旁边的石头,是我在说话。 我堂堂神帝怎么会不知道是你在说话,你前面说在这修炼是外面的百倍,那你为什么以前不出现,天天现在出现? 得了吧你,还神帝呢?你以为神帝就是终点吗?我也想快点出现,不过因为某些原因,现在才苏醒。 你说神帝不是终点,那什么才是终点? 在你们这个世界,境界化分为炼器、筑基、结晶、金丹、巨灵、元阴、化神、悟道、语化、灯仙、神境。 不过在神境之上还有王境,只有到达王境,才能飞升至更大的修真世界。 什么?神境居然不是终点,除了这世界居然还有别的世界,看来是我眼界小了。 这也不能怪你,毕竟很少有人能突破那层屏障,不过,你遇见我,那我就会助你到达更高层次,我看你的经脉进断,我先帮你重铸经脉。 就这样神秘之时,帮助荒天帝重铸了经脉,顺便帮他洗了个水。 现在的荒天帝感觉自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境界也从炼器二重,提升到了筑基二重。